漫书一话 辩言 张太炎 网友苏元英子谷 该老是所谓婴儿者也 父广州禅 商于日本 娶日本女而得子谷 广中众宗法 族人宜子谷义类 群并斥之 父分子与其母 令子谷出旧外父 习应及利于 数岁 父死 母归日本 子谷贫困为沙门 浩曰 慢书 不能做佛事 父还俗 稍与士大福游 游时 食住沙门意 子谷善意事 游功绘化 而不解人事 至不便道卖妻后 但犯者四五余 亦不知为道也 书以贫困 从人起代 得淫书版 济至时 食以 银亦尽 常在日本 一日饮兵五六斤 笔碗不能动 人已为死 视之 游有气 明日 赴饮兵如故 子顾少使 赴为辟女 急壮贫慎 衣上雾色 在僧俗间 俗辟女 亦语绝 欲更取 人无余者 乃入畅家哭之 畅家害走 使去 美丽家有肥女 重四百斤 精大如脊水翁 子谷适之 问求偶耶 安得肥重与君等者 女曰 五顾玉兽人 子谷曰 五体兽 为君偶 何如 其行事多如此 然性凯之 见人诈为败行者 常称目立之 人以其狂杠 亦不恨 子谷即死 一化十数福 有人理根源印泉 菜手折夫 为印传之 已未十二月 张炳林书 选自苏曼书全集第四册 北新书局1928年版